作为雅万高铁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时12个月的施工后 瓦利尼隧道终于实现贯通 成为印尼乃至东南亚第一条成功贯通的高铁隧道 瓦利尼隧道全长608米 是雅万高铁全线第一个开工建设的单项工程 其施工进度始终受到中国和印尼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高度关注 瓦利尼隧道的顺利贯通充分展示了中国高铁的建设水平 再次展现出全体参见员工建成 建好雅万高铁的必胜信心和坚定决心 为完成雅万高铁建设各项既定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其实笔者认为 对于那些工作在雅加达的人来说 有了高铁 他们就不需要定居在人口拥挤的首都 而是可以选择在高铁沿线新开发的附近中小城市居住 然后坐高铁上下班 这不但缓解了印尼当地的交通拥堵状况 也可以带动雅万高铁沿线的商业开发和旅游发展 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因此 雅万高铁将给沿线居民创造新的生活方式 再说众所周知 目前全世界高铁中的一半以上属于中国制造 短短十多年时间 从无道友到领跑世界 中国已经承建了世界高铁网络的80% 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 现代化程度最高 管理经验最丰富的高铁网络 中国具有在多种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下建设运营高铁的丰富经验 包括建成世界最南端 与雅万高铁在气候和地质条件上非常相似的海南高铁 中国的高铁建设能力强大 建设速度全球领先 金户高铁全长1300多公里 仅用三年多及建成运营 为此 中国高铁的样板 同样为印尼选择中国高铁来建设是有根有据 合情合理 从各方利益来看 都是选择中国高铁的必然 中印尼成功牵手合作建设雅万高铁项目 其所传递的加强交流 增进互信 推进合作 共谋发展 更好的造福于两国人民 我们有理由期待 中国高铁走进印尼 未来的共同发展的前景更为乐观 印尼会随着高铁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之路 最终实现同发展之路